找不到一个人 全都出去逛商店了 一过节没人在家待着 一过节没人在家待着 小鬼当家的总票房为4.76亿美元 是当时借ET和星球大战之后 票房记录排名第三的作品 也创下了当时有史以来收益最高的真人喜剧片票房的记录 直到21年后 该记录才被2011年的宿罪2打破 这部电影原本是华纳兄弟电影 计划出资1000万美金制作的低成本电影 但是制作途中渐渐超出了原本的预算 于是华纳打算中断电影的制作 《夺亏编剧》约翰修斯预料到了此事 提前将剧本给福克斯的高管看了一下 认为该片能大火的20世纪福克斯 立马接手了发行 在克里斯·哥伦布导演的另一部大型系列电影 《哈利波特》中 还记得出现过把别人台词也背下来的孩子 在小鬼挡甲中 被误认为是凯文的隔壁小孩 也把司机的台词背了下来 坐车前数人数的海泽 仔细看可以看到他把自己数了两次 人数却依然是11个人 前一天学好愿望的凯文 第二天起床发现家人们真的都不见了 在家里到处打转看是否有人的时候 可以看到家里其实除了他还有别人 凯文在拔子的房间 翻到了拔子女朋友的照片 因为需要胖胖的 并且很丑的女生的设定 导演认为假如真的拿符合设定的女生照片 那个被选中的孩子内心一定会很受伤 于是最终决定使用艺术指导 丹安韦伯斯特的儿子女装的照片 凯文在楼梯上准备划雪桥的场景 起初门只打开了一半 在下滑的时候可以看到门就完全敞开了 这可能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中途重新把门完全敞开 但是再这么想 这不都会撞到墙上吗 在凯文冲下楼梯的时候 可以看到凯文的替身 担任凯文替身的演员 是拉里·尼古拉斯 当时他虽然已经30岁了 但是身高却和演员麦考虑卡尔金一样高 所以被选为了凯文的替身演员 车差点撞到凯文的这一场景 考虑到麦考虑卡尔金的安全问题 这一场景是将倒车的画面倒放而制作的 所以可以看到当车靠近时 凯文的围巾是先飘了起来 然后再靠近凯文的 由于拍摄当时麦考虑卡尔金还不到10岁 于是在片场导演一直会把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多亏了导演在现场认真地指导和监督 麦考虑卡尔金还是在拍摄过程中受过一次伤 在哈利和马文把凯文挂在门上的场景 哈利应该假装咬凯文的手指 结果可能想到了刚刚遭过的罪 假戏真做 真的狠狠地咬了手指一口 留下了一道伤疤 但是拍摄时 麦考虑卡尔金也展现出了职业精神 虽然很疼但并没有哭 完美地拍完了这段戏 哈利开门之后 帽子被火点着的场景 并没有使用电脑CG 而是采用了名为 佩普尔幻象技术拍摄出来的 佩普尔幻象是强光照射到物体上 利用反射到玻璃上的物体成像来进行拍摄的技术 所以仔细看画面右侧 会发现类似白色窗帘的东西 这是火焰被反射到玻璃上的同时 幕后的场景也无意间被反射到玻璃上而形成的 同理 仔细看哈利的头部边缘 可以看到黑色的边框 这是幕后被点着的模特道具的影子 在这里哈利摔倒的场景 也可以看到一位替身演员 和哈利的头一样凿醉的马门的脚 此时的钉子是由橡胶制作而成的 除了踩到灯泡的场景之外 绝大部分场景都是使用了橡胶制作的夹角进行拍摄的 在雪地打滑的这一场景就可以明显地看到 是穿戴夹角进行拍摄的 这一场景可以看到哈利是侧着我们马手的 但是烫伤的印记却是正字 这时手上M的印记 是对1931年的电影M的致敬 这一场景也会让人联想到夺宝骑兵 为了谋杀 为了抓小偷而往家跑时的凯文 穿着宽松并且有些褪色的脏裤子 但是快到家的时候 裤子就变得又新又干净了 去法国旅游的前夜 因为断掉的树枝 导致家里停电 第二天维修工也提到 店里也虽然恢复了 但是电话线却还需要几天时间修理 这位之后父亲联系不到凯文 做好了完美的铺垫 但是好好想一想 那凯文究竟是如何叫做外卖呢 把外卖小哥和马文吓跑的那部电影 是叫做《Angels with filthy souls》的电影 这并不是真的电影 而是剧组花了一个下午排出来的 致敬1928年 《Angels with dirty faces》 电影《一世之雄》的戏中戏 这一彩蛋之后也出现在名侦探皮卡球中 去购物的凯文 在结算台前拿出了红色桶装的太字 在回家的路上塑料袋破掉的长江 红桶的太字和污渍一样消失不见了 但是他回家之后 第一件做的事却是用买回来的太字洗衣服 饰演凯文·堂弟·弗勒的演员 金南卡尔金 是麦考利·卡尔金的弟弟 和《小鬼当家》系列之后堕落的哥哥不同 弟弟金南卡尔金 一直持续着自己的演艺生涯 弗勒被椅子夹到的这一场景 为了安全使用了橡胶做的软椅 所以镜头拉近时 可以看到这把椅子很有弹性 《小鬼当家》上映28年后的2018年 麦考利·卡尔金出演了谷歌广告 扼搞了《小鬼当家》很多有名的场景 《小鬼当家》看起来可能是一部构造很简单的喜剧电影 其实构造确实很简单 其实电影里还暗中讽刺了 在忙碌的社会生活中 对孩子越来越不关心的父母们 电影里也包含着没有监护人的家 是不会成为孩子们的安身之处这样的信息 当时也有很多美国双职工夫妻 在看完电影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总而言之 现在来看 这部电影想强调的是家庭的重要性 但是有趣的是 在原来的剧本里 比起家庭的主题意识 更多的只是单纯的充满了喜剧元素 于是在拍摄途中 导演对原剧情做了一些小改变 因为和儿子争吵 连续好几年与家人离别的玛丽爷爷 这个角色重新让凯文认知了家庭的重要性 同时自己也鼓起了等重新与家人们和解的勇气 玛丽爷爷其实是原剧本里并不存在 这是导演重新创造的角色 并且还加上了一个很有趣的设定 电影刚开始的时候 可以看到爷爷手上受了伤 这一伤口间接地象征着凯文和玛丽爷爷 与其家人们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与家人的关系逐渐恢复 伤口也随之渐渐愈合 到了最后 可以看到手上的伤就痊愈了 小鬼当家其实原来打算 以爸爸的询问和面带微笑的凯文 作为影片的结尾 多亏导演 加进来的这一小小变化 以上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 都重叠起来 才能创造出这一波 装饰着每一年的圣诞节 充满爱和童年 过了三十多年 至今还广受喜爱的家庭电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